欢迎收听有声小说《莫读》 第四十集 陶然终于搬了新家 朋友们都来给他暖房 正在厨房忙活的洛文周 也在窗户里看到了楼下的废肚 正抬着一个大纸箱子走进楼道 然而等了很久也没捡他上来 由于电梯坏了 洛文周和陶然就一起走下楼去 去接废肚 却发现废肚正在电梯间里和美女聊天 陶然一眼就认出了和废肚聊天的美女 正是自己的女神常宁 于是他邀请女神上楼去坐坐 而洛文周则抱着废肚送给陶然的咖啡机 跟在了废肚的身上向楼上走 嘴上对着废肚的背影冷哼了一声 这点东西都拿不上去 你是不是慎虚啊 年轻人 废肚听了 在台阶上居高临下的一转身 他打量着抱着重物的洛文周 心里突然起了醋下 他盯着洛文周的眼睛 然后慢慢地逼近 洛文周本能地后退一步 踩住了下一层的台阶 废肚轻轻一笑 伸出一根手指 在咖啡机的纸箱上敲了敲 东东两下 敲得是语焉不详 暧昧难言 这么操心我的肾 难道洛队想试试 洛文周无语了 废肚看见他无言以对 于是心满意足 袖着手溜溜答答地上楼去了 陶然和洛文周下楼一趟 捡回一个女神和一位肾虚的霸道总裁 某个人到底还是忘记买冰糖 冰糖肘子也只能用白糖代替了 女神常宁 是陶然的高中同学 少年情怀总是诗 时隔多年依然是念念不忘 正好男未婚 女未嫁 还好巧不巧地被同乡介绍去相亲 常宁刚被公司分派到燕城分部 暂时住在他小姑的家里 小姑的家和陶然的新家住在一栋 这简直就是宿命般的缘分 新客人一到 陶然家里边的客厅 无所事事的单身青年们 顿时就沸腾了 哄得陶然面红耳赤 他突发奇想 来了一招祸水东瘾 指着在一旁乐得废肚 说道 对了 你们不是把锦旗带来了吗 人在这儿呢 赶紧坐 狼桥一边喊着对对对 一边捧出了一卷红通通的锦旗 刷的一声打开 整个客厅的气质突然就变了 被锦旗先进的光芒 笼罩得熠熠生辉 这事还不算完 狼桥郑重其事地 把锦旗强行塞给了废肚之后 又摸出了一封红金交加的奖状 废肚同学 我们陆局说了 先把这个给你 让骆队呢 代表他讲两句 等彻底忙完了王弘亮的案子 他一定要亲自办一个表彰大会 骆队 是你讲还是我替你讲 骆文周正在和油盐酱醋做斗争 无暇分神 在乱七八糟的厨房里 喊了一句 你说什么 陶然 臭油盐机怎么停了 你家是不是断电了 废肚唯恐警花冲他来一篇长篇大论的核心价值观 连忙借口看电查 逃之夭夭 狼桥意犹未尽地眨了眨眼 霸道总裁还会看电查 霸道总裁当然会 废肚在少年时代 常常混迹在陶然简陋的小租屋里 跟着一帮破破烂烂的二手家具为伴 陶然过得粗糙 节俭 能修的东西绝对不换 也不可能允许废肚花钱买 久而久之 废总就掌握了一身修理工的技能 老桶子楼的电路系统没有经过改装 里边还挂着旧式的保险丝 一掀开电表盖子 废肚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糊味 保险丝断了 刚搬家的陶然肯定没预备这种东西 废肚只好打了个招呼 去楼下找五金店 临出门 常宁带来的小姑娘叫住了她 大哥哥 我刚才忘了买作业本了 你能带我一起去小超市吗 女孩的名字叫晨晨 是常宁小姑的女儿 十岁 暑假过去就生四年级了 正好她父母不在家 于是她跟着表姐出来蹭饭 废肚带着晨晨在楼下转了一圈 非常有效率地买完了两个人需要的东西 然后在临街的小店买了两个泡芙 坐在小区的石凳上和晨晨一人分了一个 晨晨小大人式的点评 那些大人真是太吵了 我们等会儿再上去吧 废肚刚想顺口逗她一句 忽然眉头一皱 他们俩坐的石凳是围着一个早已干涸的荷花池摆开的 烂泥和枯枝败叶的中间竖着一个铜像 那铜像的造型抽象 雕的是个什么东西肉眼根本分辨不出 但是有一面磨得很光能从上面看到扭曲人像的虚影 就在方才 废肚无意识的一台眼正好对上了铜像上反射出的一双眼睛 废肚心头无端一紧 她下意识地抬头寻着铜像上的影子 四下寻找 这老旧的小区四周没有院墙 几栋楼混在一起就自成一帮 与车水马龙的大街边界暧昧 附近有一个公交站点 因为早年规划失当 已经入侵了小区内部 不少人在灌木从外排队 一波一波来了又走 几个临街小店的生意也是相当兴隆 此时正好临近中午 小吃摊钱已经有人在站着等位了 人群熙熙攘攘 有穿着睡衣出来的小区居民 有在外边区域活动的路过人 有把小区内部通道当成超进路回家的四家车车主 还有来来往往的快递和送餐员 那双眼睛的主人十分地激进 察觉到自己被人注意 他立刻悄无声息地引入到了人海 废肚没有找到一点可疑的迹象 他立刻站起来对晨晨说道 走 我们回家了 晨晨毫无危险意识 他失望地拖了一声长声 恋恋不舍地点着手指上残留的奶油 眼珠子一转 有理有据地对废肚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还有零花钱 你刚才请我吃了一个泡芙 要不然我现在请回来吧 我还想吃一个抹茶的 改天不然你要吃不下午饭了 废肚温和 且不由分说地拒绝了 晨晨不情愿地被拉走 她孤愣了一句 说我不爱吃饭 我还有好多不爱吃的菜 废肚也很坦率 真巧啊 我也不爱吃饭 我也有很多不爱吃的菜 晨晨一愣 废肚又说道 不过呢 我是大人 大人爱吃什么自己付钱买 谁管不了 晨晨无言以对地抬头瞪着他 感觉呀 这些大人都好不要脸 这时他突然看清了废肚的表情 青春期前的孩子半大不小 但是已经能看懂别人的脸色了 晨晨突然发现 废肚正皱着眉头 带着一点冷峻的严肃 晨晨下意识地攥住了废肚的一脚 怎么了大哥哥 说话间 两人经过一座住宅楼 一楼楼道的窗户 正好向外打开 展开了一个弧度 废肚与角瞥见 不动声色地 让女孩走在自己面前 假装低头和他说话 走到窗户前 他突然毫无预兆地抬起眼 果然在明镜的窗户上 捉到了一道如影随形的目光 那个人戴了墨镜 和口罩 整张脸包得严严实实 废肚一把按住晨晨的肩膀 飞快一扭头 与此同时 与他们身后大约两百米处 一个人慌慌张张地 钻进了旁边的灌木丛里 转瞬不见了踪影 这回 废肚看清了 他那勾搂的身影 和花白的头发 是个老人吗 晨晨不明所以 有些紧张地看着他 废肚冰冷的目光 透过梁上的镜片 扫过不远处的人群 你平时上去有人送吗 有啊 我爸妈在家就开车送我 不在就让姐姐带我坐地铁 姐姐如果也加班 我就在学校待一会儿 学校专门的老实馆 废肚若有所思地点了一下头 也问道 你有没有在附近 碰到过奇怪的老爷爷 晨晨回想了一会儿 冲他摇了摇头 两人很快走进了住宅楼里 浅灰色的老建筑 隔绝了来自阴影处的视线 不知过了多久 一个背后勾楼的老人 从公交车站牌的后边 缓缓走了出来 他遮着脸 脸上顶着一个巨大的墨镜 手里边还捏着一根拐棍 好像一个视力不良的人 用探路的拐棍 在地上来回地敲击 周围的人们各自插着耳机 大多漠然地在摆弄自己的手机 没有留意到他蹒跚的脚步 深色的镜片 是他绝佳的掩护 阳光无法穿透 贪婪的视线却可以 那视线经过长途跋涉 洞穿了空间与时间 纹丝不动地盯着小女孩 方才所在的地方 女孩碎花的连衣裙上 好像跳动着浮光 水晶的发卡 映衬着一张明镜的小脸 是他视线所及范围内的唯一亮色 执着的剪影 在映入他眼底的一瞬间 就热烈地燃烧起来 在他的视网膜下 留下了几层层次分明的轮廓 他难以自意地想靠近 触摸 可是 静果的身边 还守着可怕的蛇怪 他想起了女孩身边 那个男人的目光 又畏惧地往阴影里边缩了缩 恐惧与渴望 汇聚成了独特的感觉 让他干渴地 抿了抿嘴唇 然后重重地往后一倒 靠在一棵树干上 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心惊肉跳 神魂颠倒 就像是一个溺水 或者是服毒的人 一顿泡夫的功夫 电梯已经修好了 费度按下了十二楼 和晨晨一起进了电梯 晨晨小心翼翼地问 说刚才怎么了 费度并不拿他当小孩糊弄 十分坦白地告诉他 说他看到一个非常可疑的人 在盯着你 并且叮嘱他注意 以后和大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自己要多留点心 啊 我知道 我又不是一年级的孩子了 难得有大人这样平等地和他说话 晨晨也下意识地模仿起了成年人的语气 要和陌生人保持距离 不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陌生人求助 礼貌地让他们找警察 老师天天说 都烦死了 费度说道 不陌生的人更要担心 不要单独上别人的车 也不要和某个大人 单独待在某个没人的地方 比如现在 你和我待在一起 就非常不安全 如果我是坏人呢 啊 晨晨瞪大了眼睛 看着这个自称是坏人的男人 可是 你是我姐姐的朋友啊 我是你姐姐朋友的朋友 你姐姐以前不认识我 即使是我的朋友 有可能 也是偶尔和我一起玩玩而已 不一定真的知道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费度说道 熟悉的人也很危险 包括你们学校的老师 也包括看起了行动不太方便的爷爷奶奶 他们可能是装的 懂了吗 晨晨听了他嘴里这番世道险恶 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这个时候 电梯抵达了十二楼 铁门应声而开 他小声地问道 为什么呀 哥哥 我 我有点害怕 费度伸手挡住了电梯门 示意女孩先出去 知道害怕是好事啊 因为没好的东西 就像瓷器一样 对他们来说 最危险的 往往不是房间里边乱跑的猫 那是什么 费度注视着女孩的眼神 轻轻地说道 是瓷器自己 没有意识到 自己易碎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